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证堂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百倍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显然传承 想求生化生化请勃说我 你也要把得 你也要把得 想求掌描把护得没把能 想求生化生化请勃说我 这些人来说我 我以前发生了 我会想求生化 我将来说我 对我来说 我将来说 化生化 我身体的 我尽力 想求生化 我和你 我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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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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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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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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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您好看二%,您好看一 whole 氏 您好看一 Kathy 咁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了香港吗 每个玩 这些玩家 否刘 请不吝点赞 productions of the universe 但如果有些人能感到,就能感到的了解, 咱们走,咱们走, 然后再走,咱们走。 然后再走,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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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至少在二十多元福歴影势里面的出席 底面收集乏蓄勿你 可以在 rico黛 可以 所以 hay bath 現在就要進去 进去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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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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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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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就讲钥匙金 钥匙金我一般来讲一个小时 但也许可能超十分钟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这样的话可能你们也稍微安住一下 不然我有时候干时间好像讲不好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我也不是讲好几个小时一直让你们拖着 我特别尊重你们的时间 因为我担心你们害怕影响你们的睡觉 影响你们的休息 影响你们家里有很多的事情等着 等一会儿还要上网 还要跟很多人聊天等等 对吧 没有啊 真的没有吗 好吧 那你没有的话 那我一直讲到凌晨两三点钟 今天开始讲《钥匙牛逆光》 这个如来的经典 现在讲到下卷上卷已经讲完了 上卷当中讲了七位如来的法愿 就是前面有八个八个法愿 中间有四个后来钥匙佛就发了十二道愿 今天这里继续讲下去 说佛陀告诉文殊丝尼菩萨 说是钥匙牛逆光如来 他在行菩萨大的时候发了这个愿 就是说法的这个愿的功德庄严的话呢 他的这个牛逆光世界的整个这个功德庄严呢 释迦牟尼菩在一个界当中 或者超越一个大界里面就是说的话呢 也是说不尽的 因为这个刹土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唇义啊 清洁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贪欲的勾然 也没有这个女人和恶趣的这种痛苦的声音啊 就没有这个不管是这样的这种声音 痛苦的这样的声音 以及它是整个清净的流离为敌 还有城雀宫殿啊 还有什么什么 朗语宣床就是罗网等等 意思就是说整个它的宫殿啊 还有这个亭子啊以及门窗等等 全部是七宝制成的 也相当于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非常相同的 这个牛逆光如来的世界当中有两位菩萨 一个菩萨叫做日光边兆 还有一个菩萨叫月光边兆 就月光边兆他们两个是在无数的菩萨当中 算是上述的 就像我们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者菩萨一样的 他们就能受持药师佛的所有正法 宝藏 所以说佛陀告诉曼苏世里 如果有清净信心的善男子和善女人的话 那么应该发愿往生这样的刹土 其实佛国应该是相同的 有些人喜欢发愿往生到牛逆世界的 有些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 有些发愿到其他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发愿 佛陀告诉曼苏世里 如果有众生布施不了解善恶的取舍 唯一心里坏着一些贪心和吝啬 下面都是讲主要是布施和一些贪心的过失 就是这些那么他们根本不知道布施的好处 还有布施所带来的果报 特别特别愚痴非常有喧少智慧 没有真正的信心 他整天都是积累财产 天天想银行里面存钱 存钱 存钱 越存越没有了最后全部都 最后卡里面只有十元钱了 那就没办法了 只有把他放置的 多积累财富 而且也特别喜欢辛辛苦苦地保护他 见到一些乞丐的时候 本来自己也比较穷 但有些是不穷 积累财产 看着乞丐的时候也心里特别不欢喜 即使说跟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一点布施 但是布施的时候产生极大的临死之心 就像够自己的肉一样 很疼很烫的 给一点 给一点的就特别疼 我原来说过吧 我本来想有一次给乞丐给他钱 准备在钱包里面拿个钱 结果拿了十元钱我有点吝啬就舍不得 然后装下去再拿一个再拿了一百块钱 然后更吝啬 但是有点不好意思 再想已经换了两次了哎呀 对乞丐来讲这个也是很大的事情 好好好 然后我闭着眼睛就给他 这也是一种我们世间人可能是 对他来讲 对乞丐来讲是比较 这个不算特别大的钱也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但是很多吝啬的人来讲他自己都是完全 对这点钱来讲一点损失都没有的 但是心里产生极大的一些吝啬者心 具有这样的无量吝啬的有情的话 他会积累这么多的财产 而且自己都是舍不得用 更何况说他把这些财富给给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以及仆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来访者 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 跟自己的亲人有时候舍不得 有些人特别特别的吝啬 并不是没有钱 平时人们也说说这个是 怎么讲我们藏地有一种俗话叫做 这个好像不好翻译算了 那么这些有情从这里 民众的时候会转生到旁生当中 或者是饿鬼当中 旁生和饿鬼当中非常可怜的 所以我们稍微自己有一些钱财的时候 有时候必要一些上供下士吧 那么这些人如果往昔做人的时候 在人间听到过 《药丝丽丽广如来》的名号 虽然转生到恶趣当中 但很有可能他当时忆念如来的名号 然后从恶趣当中开始离开 转生到人殿然后得到寿命通 得到寿命通以后用寿命通来观察的时候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以前自己是在地狱饿鬼里面 感受过这样的吝啬的痛苦 然后从此之后不喜欢欲妙世间的安乐 特别爱好布施赞叹布施者 所有的这些财富没有吝啬 逐渐逐渐他这样修行以后 将来自己的头目素足 血肉身体也可以布施的 有些布施者主要他需要有个过程和因缘吧 以前是很吝啬的但后来要是佛的加持吧 或者说这样吝啬的人在吝啬当人身 有这个人身当中听到姚师佛的名号 听到了他的功德庄严的话 以这个善根在恶趣当中 他会有时候想起来或者忆念 然后开始念最后自己所有的身体 这些也是愿意布施的 这样的人会 更何况说是其他的财物 所以有些人把一根汗毛都不愿意 把一根汗毛利益天下也不宜 有很多人也有这种人吧 但是我们可能慢慢慢慢地学 如果现在自己实在是想不通 很吝啬的话 通过姚师佛的名号自己也是念一些名号 这样以后将来自己的吝啬可以遣除 那么佛陀告诉满苏斯尼 如果有人皈依世尊开始受皈依戒 受诸学处 一个是皈依 一个是还有其他的戒律吧 就是这样 但后来因为破了皈依戒 破了三宝的威仪 正见 这些 那么这些人也很可怜的 刚开始皈依了 后来什么戒 威仪都已经破了 连见戒也产生邪见了 有些虽然戒律和见戒是没有坏 但是他就不求多问 因为他就不愿意听闻佛法 我们现在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虽然已经皈依佛法了 但是一所听闻的时候 一所听法基本上 我都经常看我这个人是不爱闻法的 肯定不会听的 我这个人是 我还是在这方面很执着的 我熟悉的这些人我会分析的 这么一类 这一类天天皈依佛 可能发心方面还可以的 但这一类人他有爱闻思的 一直是多年以来对闻法很重视的 自己也好好修行 这一类虽然是一个皈依 但是一所听法的时候他就接口 我打瞌睡了 我累了 我身体不好 什么样的理由全部都有 本来全世界的人有这么多的人都有 每个人都自己比较忙 每个人都需要睡觉 每个人生活当中还是忙忙碌碌的 都很有自己的事 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 但个别人可能前世的原因 不愿意问 只是受一个皈依解就可以了 见解方面还可以 对谁都不胜邪见 是非也不多 但是唯一的 原来跟我也说过 哎 堪波我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闻佛法 我不愿意听课 就是我不愿意听课 你有什么发心我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愿意分身 不知道我以前是不是当牛作骂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这些人应该是 而且这样的佛陀的甚深切经的意义 他们都不了解 你看这个没有听闻佛法的话 佛陀的神义地 世俗地 密义 义渠 这么深深的了解不了解 这些都是根本不能了解的 虽然有些人也听闻佛法 但是又特别傲慢 还没有学到什么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到处都挂在嘴上 自己也特别傲慢 这样特别傲慢的 那么这样傲慢的原因 因为诽谤正法 也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 然后经常诽谤正法 把这个魔作为自己的伴侣 就经常被造魔一样的 诽谤这个 诽谤那个 现在包括我们藏族的有些出家人当中 也有汉族都不知道有没有 藏族出家人当中有一部分穿着这种出家衣服 但是他们特别喜欢不承认前世后世的 有些人 学者所谓现在的一些 这些人他们都特别特别的崇拜 不但自己崇拜 而且也特别赞叹他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 西方也有这样的 西方有些佛教徒说我是真正的佛教徒 我已经皈依很多年 但是我唯一的不承认前世后世 前世后世我不承认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什么虔诚我不太懂 那么这些人应该可以说是为魔女党 如是至于人以自己邪见 因为自己的邪见 有些人能力比较多 包括我们辅导员当中 有些辅导员正面的作用还是很不错的 有些辅导员不但不起正面的作用 反而成泄面 因为他去讲很多一些不是真正的佛法的 哇 讲的时候很好的话 最后很多人都开始信这些了 这也是个 所以我们原来研讨班的话 一定要严格要求保管 要经常要听他们的 不然他们基本上以自以为师 啊这个我看过什么 我看过哪里 什么乱七八糟的看 然后给下面讲的话 我们下面的听众有时候是 文化水平不算很高的 有些人上面说什么就啊 对对对 这样以后也不行的 所以他就让无量的成千上万的人 堕入地狱 饿鬼 旁生的大危险康里面去了 那么这些有心堕入地狱 旁生 饿鬼的话 特别的可怜 如果虽然造成这样的业 但是的确不管是听者也好 刚才说者的话 曾经听闻过《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 以这个本愿功德力在地狱当中 在饿鬼当中 在旁生当中很有可能忆念其佛的名号 从此以后他的生命用尽以后获得人间 然后开始恢复了正见 经济 然后他的意乐 心可以挑顺 甚至有些开始摄受出家 在佛法的戒律当中开始 可能前面也不仅仅是一个皈依 应该是受戒的 你看出家的戒律 所以他后来应该是受持出家的戒律 而且从此之后没有违反 有正见 有多闻能解释真正甚的意义 从此以后不予傲慢不诽谤正法 从此之后也不为魔作伴 逐渐逐渐修行菩萨道乃至菩提果之间 所以傲慢很可怕的 什么都可能会毁的 然后我们修学过程当中也是经常祈祷 我们听到药师傅如来的名号也很好 或者自己经常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平时也这样的 或者念下面的咒语 这样以后我们也会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们自己也是不会帮正法 而且很多没有福报的人经常被摸 一些摸之士控制 这样之后自己没有逐渐慢慢慢慢 自己也是随着他们而走的 这也是有些是现在网络时代的时候 一定要见解要问 否则可能事事而非的很多的见解 在我们面前会漂浮会显现 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淡定 原来应该是红衣大师吧 他说过一旦别人诽谤你的时候 不应该对他进行狡辩 不如还是宽容为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不管是现在网络上也好 现实生活当中的话 很多人可能 有些是完全是一个嫉妒性 有些是完全是对你的这种 不知道前世的业还是什么的 凡是无缘无故都可能看不惯你 就开始攻击 开始人身攻击 那这个时候你一哑哑哑地跟他说的话 没完没了的就不管他 不管他的话对他的危害是最大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明星也是越解释越这样的话 他们越高兴越挑起来 所以我们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对我们的密宗有一些诽谤 我们还是给他们写辩论书 但后来他们越来越出名了 我们就出来给他们写的 算了 我们就不管了 他说什么过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隐形了 所以对个人也是这样的 不管是网络上也好 还是有什么诽谤 谣言 这样的话别人是有意义的 可能他很想你能不能跳起来 很想你看你特别不高兴 特别伤心 如果你入入不动的话 他自己最后也是很伤心的 最后就没有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大家应该包容的话 一方面这是一个佛教徒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蛮骂 对你的揭露一些错误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错误 其实也可以 别人应该说出来 也并不是很严重的嘛 迟早都是暴露的话 也无所谓吧 你确实有这个错误 如果你没有这个错误别人说的话 也许可能这个时代当中不一定洗干净 别人会认为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纯洁的话 也无所谓吧 释迦牟尼佛都是说 很多人说不合理 那更好光说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一个业烦恼的众生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也要说一下 那么佛告诉满苏司令 如果有寂静有嫉妒心 这里也说了 造了各种各样的业力 然后作自赞毁他 那么他们会命中的时候堕入善恶区当中 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在百千岁月当中会感受 那么最终来获得人间作人的时候 或者转生到人间的时候 作牛 作马 作骆驼 驴等等这些畜生 也感受别人的主人用鞭子 用棍棒开始进行打 还经常不给吃的 不给喝的用饥饿来产生 而且身体上经常有很多特别重的那些东西 一直拖着他极其的贫困 痛苦 特别痛苦 即使获得人生的话 人也变成 因为以前嫉妒心和贪心 贪心和嫉妒心而给别人诽谤 给别人经常做这样的人 后来他做人的时候也是比较下贱的 就是什么卢比啊 卢婆啊 经常比别人意识 这个意识没有人身自由 没有自在的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比较下属的特别 我昨天遇到一个扫地的老太太 然后她在那个 她大概可能有六十多岁吧 但是她还是一直在玩手机 我说 哎 你在干嘛 她说 哎 玩手机吧 我说 你玩得怎么样 可以啊 我们扫地的人只有玩这些啊 除了还有玩什么 就可以啊 她对我态度很不好的 然后我就不敢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人吧 都可能以前的话 有些比如说当有各种势力的人 当时对别人嫉妒 对别人不满 这样以后下一辈子会变成这样的 那么这些人也是以前 曾经闻过琉璃光如来佛的名号 以这个善根力他有可能开始意念 执行皈依 那么这样以后以佛的卫生力 所有的这些痛苦解除 而且即生当中或者来世的话 他的智慧更加锐利 多闻多虚恒时希求善法 非常苦心地求法到那里 然后经常遇到一些好的善友 永远断开了一些魔缘 而且无名的这种胆口叫无名雀 破无名雀 也就是说无名的胆口全部破掉 完全干掉烦恼的河 解脱一切众生的生老死病 忧愁悲伤 这样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是佛的名号确实是非常重要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说过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有功成名就的 有各种非常成功圆满的人也好 或者穷苦尿倒的特别可怜的人也好 凡是我们要相信因果和祈祷佛陀的话 总有一天对自己永恒的光明和永恒的前程会变成快乐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很多的状况不一定很长的 就很长的 其实我们即生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现实生活 跟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不认识 我们以前也讲过 现在很多人善有善宝恶有恶宝 那我做这么多善事为什么我现在那么苦啊 某个人干坏事为什么他那么顺利啊 其实我们造善和造恶的话并不是现在就马上 就像我们割到手腕的时候马上出血一样 不是这样的 《亲友书》里面也是讲过 这并不是现实现报 有些也是现实现报 有些人不是现实现报 我们今生做的来世 来世的来世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 众生所感受的各种各样的业力 的确是跟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将来所有的这些自己的生活 跟今生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明智的人呢 他就觉得 我们人终有一天 会离开我们现在熟悉的所有的环境和周围的人 那么我会要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要重新一个生活 重新这个生活的时候 唯有一个东西可以伴随着我 除此之外 我所有的世间包括一些房屋 轿车 银行卡 你看我们人死的时候 经常银行卡全部就经常贴在自己的胸口 然后尸体有些是突然死的 有些是可能长期疾病而死的 最后很多人看的时候 他们自己最执著的东西一直贴着 有些人死的时候 他自己最爱的人握个手就死了 这个不管怎么样 实际上全部都是离开的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一切的一切熟悉的这些 包括环境和所有的电脑什么东西 都对你来说是现在很熟悉的 但是以后要换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你又重新都要去摸索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对来世一定要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一直忙着今生也许是很短暂的 大概是要忙多长时间 如果我们有一个神通要知道自己未来活多三年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可能很害怕的 所以说人类有时候也比较愚痴的 那么下面讲到佛词 释迦牟尼佛说 慢说实力 如果有情特别喜好一些说离间语 搞一些是非 然后又更加互相争斗 扰乱自己和他人 那么身体和预言 心事造各种各样的业 而经常不会别人饶益 并且抹害别人 有些人很坏的 无缘无故地经常害别人的 而且这些人经常造了一些善神 树神 各种各样的妖魔鬼鬼 鬼神 然后杀一些众生来祭食他们 用他们的虚弱来祭食这些妖魔鬼鬼 祭食这些落刹等等 甚至他们有一些人 把自己的怨恨定人的名字写下来 或者说以他的一些形象的造型 造型做完了以后用咒咒 恶咒来开始咒咒 现在一些 包括以前演的皇宫里面 他们经常做一些这样的恶咒咒咒别人 用什么证也是吃到他的心间 然后对方也感受这样的痛苦 其实这是在藏地和其他的民族当中也是有的 有一些这样的恶咒 我们有些人也是经常 哦 某个人害我 我因为遇到了什么什么以后 跟这个人关心不好以后他们可能会咒咒我 从此我心脏不好我身体不好 有些是我们可能以前看一些电影和电视 以这个原因自己的分别念做的 有些的话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眼眉孤岛 也是一些幻宿 也是一些魔宿来害他的 还有一些咒语做歧视 也有一些恶咒来开始 让这些让他们的生命断掉 让他的身体危害 是这些有情 这些人不管是受害者也好 刚才能害者害他的这些人 如果听到了《要死流流光如来》的名号 那么这些恶缘都不能害他的 而且互相产生一些慈悲心和饶益心 无有损害和陷害的心 自己在所拥有的生活环境当中 经常产生欢喜心和满足心 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经常也是说 就是说我遇到一些 我们念一些戒斧咒 就孟佛仁波切那个 其实戒斧的话 别人对你的受福有各种各样的 别人是特意通过恶咒来咒咒你 然后让你受福这样也有 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在山里面 有一些徒弟生或者是一些非人 就开始对你进行有一些攻击 对你的身心扰乱 甚至你的身体有一些附体 现在可能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怪兵 怪的一些包括国外很多地方 他们一些西方人也有经常这样的 就是什么附体 妖怪就很多 莫名其妙地听到很多的声音一直操控他 或者在他迷乱的现象当中 有一些人缘情在座就紧张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念要是佛 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通过念要是佛的话也可以能遣住 当然我以前也讲过 我们按照四部疑点的观点 众生的病病有四百例四个 其中一百例一个病的话 那么你即使没有吃药和没有做什么 它自己对你危害不大的 比如说有个感冒 有些的话我们不吃药 不看医生的话 它自自然而然会好的 就是这么一种病 还有一百例一种 如果用医药不一定能做 但是通过一些衣食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佛事 念经 或者说通过这种方式来能接触 还有一百例一个病 完全是依靠医疗来可以治的 然后最后一百例一个病 那这个是没办法治的 这是前世已经固定了 要是佛来了也没办法的 前行里面说是某个病 要是佛亲自来了也没办法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想 这个人怎么念这个要是经的事 但是太舍了 怎么这样呢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要是佛能救所有的众生 永远不死的话那都可以的 但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全世界最好的一些医疏的医生 他也救不了所有的病人 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可以比较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讲 有些人好像是认为念钥匙经 这些一点也没有用 根本不信这种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极端 有些人完全是不看病 我这样念佛就可以 我死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比较愚痴的做法 有些人 尤其是现在有些人 我只看中医明明就是用西药 用医器一看的时候 你身体上面有很大的重牛这些的话 那就啊 我不看 我吃一点重药念一点钥匙经 就这样到最后可能会死掉了 这样也不行的 我们有些 包括有些医生 包括有些医生的话 他一辈子做习医的医生 但是后来自己生病的时候 也就不相信西药 就是只是中医来看看 最后耽误了 这样也不行的 有些是搞一个佛事啊 大挂 其实大挂这些在某种上面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现应该是比较现实的东西吧 比如说西药真正已经发现了的东西的话 前一段时间我生病的时候 我也没有大挂 也没有问什么其他的 我就看了几个医院 几个医院已经确定的东西 我也没有问任何人 然后让学院悄悄地念个经 自己该怎么样确定 有时候我希望我们还是要科学一点 不要这个说的是什么 某个上师说大挂不好啊 不要去做叔叔 但是所有的专家都已经判定了 那这样的话大挂有时候也不一定 我不是不信大挂 但是在某些时候很现实的东西 已经眼睛完全能看得到的 这个东西用其他方式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佛教徒有时候 不管是在自身上发生的事情 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不管你信中意也好 信佛教也好 信西意的话 应该是比较现实有科学的 佛教也可以讲一个科学的 那么我们年经肯定会很有好处的 这个要念 但是你逛一个年经一直等死的话 到最后可能也等一等不了 那个时候一去的话已经完了不行的了 所以我们佛教徒看病了 希望还是应该好好看病对吧 生病的时候经常很多有些医生 经常我们学院当中以前有 现在好像没有 以前有些医生就开始拨个美看一看 哦 你是业障病 那么你好好念金刚萨埵就可以了 这个业障病我都现在学佛三十 讲经说法的已经三十多年了 但是业障病我自己的身上 到底是不是业障病也不好说 而且业障病是比中意习以更生命的一个东西 一个医生就看到色度上业障病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有些医生也不要不动撞动 你就不要认为一看到是你肯定 这样的话别人应该该看病的应该看病 业障病很难 业障 真正阿罗汉的话 他也是对前世的很多业看不清楚的 所以说我们入眼来看看你的色头 然后看一看哦 你是业障病 多年金刚萨埵行之后没有必要 然后这些人也是比较盲目 哦 对对对对 某个医生说我是业障病 嗡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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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不行了我们身体上有些是希望 我们还是佛教徒好好看病应该看病对吧 我是这样的态度不知道对不对啊 不知道对不对啊不对的话你们可以给我辩论 否则曼苏司律佛陀告诉曼苏司律 佛教当中有四种弟子 也就是说比丘和比丘女还有有婆舌和有婆义 我们说的是金舌和金舌女 还有其他的具有清净信心的散烂三女 如果能收持八观再戒 这个八观再戒一天也可以一年也可以或者是三个月 那么八观再戒的这种戒律 就是以这个受持血处以这个三个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面前就是阿弥陀佛 如果我们同时也听到药师佛的名号 那么临终的时候有八大菩萨亲自以称神通来 实现在你的面前对你进行指路 然后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种种无缘六色的莲花宝当中自然化生 所以在这里八大菩萨的话 好像跟极乐世界的八大菩萨有时候也许有差别 要是经里面的八大菩萨什么 遥望菩萨 弥勒菩萨也有这些吧 但这个两个都可以说吧 因此我们祈祷这个药师佛 实际上他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 以前净土宗的荧光大师他们也是非常重视 而汉地做药师祈福专门打祈 七天当中受八观灾戒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行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或者有些人他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 但可以他转生到天界像毒水天这些 虽然生在天界当中 但他的善根还是不能穷尽的 然后也不会转生到善而去 那么天界的寿命已经尽了 可以活在人间 那么在人间也是转生转能王 通知整个四大部主 他的威严功德自在 他有劝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行持十三道 让他们进行修行 所以一般以前的转能王和大国王 让众生行持十三道 我们这里有些人有能力的一些领导 有能力的一些包括企业的众负责这些 将自己手下的这些人尽量地想办法 让他们行持善道 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当中有一百个人 那么一百个人当中你就是转能王 那么你转能王的下面有这么多四大部主的 你就四大部主分东南西北的人 这叫做四大部主的众生 所以这些行持十三道非常重要的 行持 让他们修行 那么或者以前听过药师傅的功德的话 那么即生当中转生到查地利 国王中心 婆罗门贵族的中心 那么他们有很多的财宝 宝库 而且相貌端严 眷属也相当多的 智慧聪明 健康 勇猛身体也是极其高大 有些人一看的时候好像很有福报的人 有些一看的时候 这个可能不管是相貌上也好 或者说话表达也好 很多方面没有福报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看我们佛教徒 我是经常这样想的 即使你没有超越的一些天眼通 我看见阿弥陀佛 这些都是比较超越的事情 你没有也可以 但是至少我们先应该做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做一个好人 这个很重要的 在社会当中影响好一点的人 作为佛教徒 否则的话我们一看佛教徒 甚深道道的 比较奇奇怪怪的 说话也是点点道道的 有些时候做事情也是非常的不可靠 这样的话确实是对佛教影响也是很大的 而且真正的佛教 你是超越这个世间的这么一个修行者 至少也是世间当中要当一个好人 你看世间当中的好人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做事情也好 跟别人的交往也好 什么事情的话 我一看这个人是很有价值的 人的价值就像世间物质的 一些食物的价值一模一样的 有些人是很有价值的 我这个人一旦离开的时候 成千上万个人觉得很惋惜 一旦一个人没有价值 一旦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大家都很赞他 哇 他死了好啊 就很好的 他自己也哭这样死了很好 这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两个东西 但是一边是一个镜子 一边是一个石头 两个都有三斤无量的话 那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人要评估自己 我觉得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自己大概有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生存在这个世界 对家里能不能起到作用 对社会能不能起到作用 应该有时候要想 在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至少也是先做一个比较别人看的观的 然后自己也是过得去的 这样的修行人很重要 否则的话有些现在好多了 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佛教徒的数字啊 状况啊 说话啊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切合实际的 否则的话佛教徒一说话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什么天空当中啊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做梦什么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八大菩萨给我经常 一切都比较不敢跟接触一样的 大家世间人一看的时候很 然后如果是别人一看的时候 这些佛教徒不仅是他自己还是很好的 而且他们很关心社会 尤其是现在世间人很关心社会 我们现在比如说养老方面 将来佛教徒要去关心 对儿童的健康方面也要去关心 我们社会的一些事业人员 虽然是从佛教的很高层次来讲 这是一个世间法 但是佛教长久诸实的话 对人们的这种影响和对它的价值 在社会当中也需要推广的 如果没有推广的话 我们佛教徒的人也没有什么价值 在社会当中离开也没有什么的 然后我们的思想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一旦佛教不一定对世间有真实的作用 这也是虽然是一个世间方面的 但是也有必要 大家要思考 如果有些女人听到《要四流流光如来》的名号 心里也是受持 然后以后如果她不愿意身为女生的话 也可以祈祷她 如果有些男士一直觉得自己永远变成女人很好的话 也有这样的 我有一次去过一个大学 那个大学的老师他就喜欢穿裙子 喜欢头发也是染女孩子的这种颜色 然后表面上看起来 基本上跟女生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说话的时候都跟男生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 人特别好的一个 跟我也是一个好朋友 但是跟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也比较担心 而且她自己在整个生活当中非常真实 只不过她说她的习惯特别喜欢穿女孩子的服装 特别喜欢所做的一些女生 所以有些发愿生生世世要当女士的话 也可以祈祷姚师佛 这个也是完全我相信 虽然这个经典里面没有这么说的 但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应该对姚师佛来讲 按一下就可以很容易 对啊 是不是你们觉得呢 不会为了姚师佛吧几点钟了 今天我是不是真的要讲很长时间 没有啊 然后佛陀告诉曼苏斯尼 要是琉璃光如来得菩提的时候 以她的本愿功德力灌很多众生的痛苦 那么这些众生的话 有些是淑女 肝肖 黄热等各种病 有些特别瘦 特别胖的话也是一种疾病 有些它整个肝肝都不正常的 有些有黄热等等各种病 还有呢 有一些燕霉啊 孤岛啊 所害 有各种一些毒虫啊 或者是一些妖魔鬼怪 或者是一些恶恶恶恶什么 一些魔术对他们毁坏 那么还有呢这些众生处于生命极其的很短的 还有非是恶事 还不该是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那么这些众生就非常的可怜 那么如果想遣除这些众生的痛苦 要满足这些所望的话 当时药师佛成佛的时候 他想看到这些众生有疾病啊 有恨死啊 有短命啊 有各种各样的所缘 就很想求这个求那个 有些时候得不到人 有些时候得不到钱财 有时候得不到感情 有些时候是赚不到钱 有很多每个人都是 连晚上做梦也是在这 很多人都是想得到什么的话 晚上大多数都是梦的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为了满足这些众生的因缘 药师佛当时入一个三摩钉 这个三摩钉的名字叫做 灭除一切众生的苦恼 这样的钉 那么入了这个钉之后 后来从出钉的时候 从药师佛的柔记当中发出光芒 光中演出陀罗尼咒 那么这个陀罗尼咒 我们一般藏传佛教是经常念的 就说 我们原来专门用藏文打的 当时因为唐译有点难懂 我当时专门用藏文和汉文重新做了 这个咒语很重要的 那么当时要是否都会画广众 出现这个咒语的话 整个大地震动光明 遭遇一切众生 遣除了一些众生的痛苦 获得了安逸 佛陀告诉马寿司令 如果看到有些男子女子产生疾病的时候 我们应该一心一意地为这个病人想 让他一些清净沐浴 或者让吃的喝的药或者五虫的水当中 我们念一百粒八遍然后让他喝 让他吃 这样所有的病苦都消禁 以后有人我们居士当中也可以这么 出家人也可以这样 比如说这个病人你可以不可以加持一下 然后我们一般没有冲的一万水 或者一瓶水 矿泉水也可以 然后加持者念一百粒八遍这个咒语 然后吹一口气 让他们喝 这样的话 这是很合理的 有些人是根本没有教证 没有理证的话 随便摸摸摸摸 来喝 这样肯定不合理的 没有任何教证和理证 这里佛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如果真的旁边也没有什么出家人 也没有什么这样的话 有些众生病得很严重的话 我们大家念咒语一百粒八遍 然后吹在水上面 让他们喝的话 咒语的加持力不可思议 佛陀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上面的咒语全部念的话也可以 或者是后面的 大雅塔 摁汉汉 摁汉汉 马喊汉汉汉 让子山门嘎的一书 我们一般要是佛的咒语有三种念法 长的是这个念法 然后短的 大雅塔 摁汉汉汉 摁汉汉 马喊汉汉汉 让子山门嘎的一书 然后最短的话 摁汉汉汉汉汉汉 打雅塔没有 大雅塔是如来真能觉的意思 摁汉汉汉 摁汉汉 马哈白汉哲 三门嘎得一说话 我都是很小很小不会说话的时候 听到有一个隔壁的喇嘛经常 马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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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自己很小经常很喜欢听这个 我当时想什么是白汉哲 白汉哲什么意思啊 然后我经常跟父母说那个白汉哲什么意思 父母也不会解释 然后又去听那个老喇嘛会不会 今天又在念白汉哲 因为当时六七十年代 我一般不敢外面念咒语的 但是比较小声 我特别好奇每次都是很想听什么白汉哲 白汉哲什么意思 我听到白汉哲应该很小很小的时候 你们听到白汉哲的时候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那么这个如果有些所求的话 这个不仅仅是治病啊 你想什么 有些需求啊 你想得到的话你也可以念这个白汉哲 然后自己开始加持自己也可以 皆得如意无病演练一首 命中之后往生到琉璃光世界 不退转 乃至菩提国之间 佛告诉满苏司令 如果有男子女人与琉璃光如来面前支撑地去恭敬供养的 而且也应该经常吃这个咒语不要忘了 一定要经常要念 通过念这样的咒语 先可以转生到要死琉璃光 有些大德也经常说念要死琉璃光如来 实际上是怎么讲 它是一个往生极乐世界是更高的 要死琉璃光的世界要求不是那么高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先以欲苟且以后灵如火之 《华华经》里面讲的一样 先暂时我们众生实在是不能 无欲漏场什么都不能断掉的话 先往生到要死琉璃光如来的刹土 然后再放下一切 以前很多大德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咒语很重要的 以前好像汉地的要死琉璃光 这个也不是要死琉璃 要死琉璃里面一个是要死佛的名号 还有咒语 本来原来的经里面是没有的 但后来是哪个大德加了 加了以后本来是经里面不能随便这样加的 但是这个是原始原为的佛的名号和咒语 所以后来净土宗的荧光大师 很多都是非常认可的 我们藏地也有这样的 有一些咒语和有一些名号在某个经里面没有的话 也可以加在里面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也可以打要死祈福 大家一起七天七也念 受个保管在家 这样的话也结上很好的善缘 我原来像是在香港度母法会的时候 刚开始我想要死法会 后来想度母法会吧 要死是汉地比较普遍的 所以不用多多地弘扬已经弘扬得很好 度母很多都不认识了 我应该给他们介绍一个新的朋友 所以当时是开度母法会的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看吧 佛陀告诉满苏司令 如果有三男三女人得问 上面所讲的七个如来的名号 并且这些听完了以后 自己早上的时候开始叫慈母 相当于我们说的刷药 洗脸一样 做母语 然后有各种鲜花 烧香 墨香 土香这些 还有乐器来供养要死祈福的佛像 对这个经典如果自己写了 或者让别人嘲笑或者让大家一起受持 听闻它的意义 那么对这个法师其实当现在也有这样的 要是打佛器的时候便讲 七天当中应该最好把《要死经》也会讲完的 然后对这个法师进行供养 一切所有的资具 其他对他没有什么缺少的都这样供养的话 那么这些佛陀的加持一定会是能满足你的一切所愿 做这样的佛器也很重要的 或者我们把这个金抄下来然后给别人 或者自己现在是不用抄吧 就是打印或者通过电脑或者一些微信 通过邮件的方式来发给大家 让别人多看看 我给你发一个邮件你一定要给我看一遍 然后给别人发一遍 发一遍我看不懂看不懂什么琉璃琉璃琉璃 是不是要买琉璃的这种报酬 哦 也许可能不信佛教的人不一定看得懂吧 那么佛陀告诉这个满兽实力 满兽实力请示佛陀说是失尊啊 你刚才前面全是佛陀你在讲 现在允许让我说两句 让他说失尊啊 我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我发愿 以种种方便方法来 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的佛陀欺负的功德 所以文殊势力菩萨马上有点感动了 说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我发誓 我发愿我要举手 我发愿要弘扬要是佛 他就等着说是 让更多的一些善难戏女 得欺负如来的名号 连他们在睡梦当中也得到如来的名号 而在这种境界当中觉醒觉悟 好像赞文的意思也这样的可以怎么讲吧 意思就是说 文殊司令他要想一切办法来 通过各种方式来把欺负的名号 让很多众生结上善愿 我们以后也 法王如意宝有一个短短的欺负的名号 这个短短的仪轨 我以前是天天念 他好像一段时间不知道没有 刚来学院的时候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听要是佛的功德吧 每天都是念法王短短的仪轨 就经常念 以后我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吧 他当时文殊司令发愿弘扬 然后文殊司令有秦师尊 释迦牟尼佛如果这个经典 读诵 自己受持读诵 还有给别人宣讲 自己受草 还要让别人草 恭敬地用种种香花 烧香 摩香 还有宫中的花满 银螺 什么窗帆 山盖 银语 这些来做进行供养 然后用无色的针材 无色的仇薄 无色的哈达 里面割枝 把它割起来 然后放在一些 大事干干净净的一些高的位置上 你看我们这个金兽一般都是要放在一些 高的 高的 干净的地方 不要脚踩过的地方 皮革坐过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不会对佛经供敬 佛经直接放在沙发上 佛经直接放在露梯上 我在学院当中也很讨厌 旁边的很多人把佛经放在发作的露梯上 露梯上很多人都踩这个上面 一般我们经常踩它的这些地方不干净的 所以说每个经典里面都是讲 如果把这个经典给别人讲功德很大 或者把它放在一些无色的初步 无色初步没有的话 一般的一个报警部里面 然后放在一些干净的地方 像我们藏地以前是这样的 现在好像很多都变了 我那天问了一些年轻人 他们好像家里没有供药丝经的 以前一般每一家都有一尊佛的像 然后一本经书 《般若所诵》《金刚经》或者《药丝经》 还有一个小佛塔 这是三宝所义 一般佛教的家庭都有这样的 这是比家里的其他财产还要重视的 但现在好像也没有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你们以后自己是佛教家庭的话 经常家里至少也是有这三样 很重要 如果放在一些高的方面 那么这样的话 文殊司令告诉释迦牟尼佛 他认为这个经典功德很大的 放在一些高处的地方 那就是多闻天子当四大天王 还有他的每一个四大天王眷属那么多的 你们以前也看过吧 他们眷属特别多 而且无量无边的这些天众 都是在那里供养和守护这个地方 这个很重要 文殊菩萨用他的智慧来发现 哪里有佛经的供养或者是哪里放置的话 那这里有四大天王和所有的白法和护法神 我们都不一定天天要念护法神 如果你把这个金书放在那里 你一直带着到哪里去的话 你就到宾馆里面去宾馆里面放置的话 那四大天王也随着所有的天宗护法神 也是为了保护这个经典大家都会来的 这是文殊菩萨的金刚语 那么文殊菩萨告诉世尊 这个经典牛童的地方或者说受持者 会有奇微如来的功德本缘和他的名号的卫生里 知道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人不会有横死 不会有一些恶贵的众生夺取他的金器 即使有人堕了这个人的金器或者是对他制造一些违缘 也会换回来然后让你的身心都健康 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可能 我的气什么气功势堕了或者这个那个 很多人担心自己在身体当中有一些受害 但是这些只要你有这个经典的话 有经典存在的地方或者经典受持者不会有 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护身佛 在车里面放的话也很重要的 在自己住的地方在自己的佛堂里面这样的经典 所以我们以后也是我今天一上午也跟他们商量 我们看这个法本怎么给大家 到时候我们学会这边大多数的话 应该学会这个层面来有多少人听 我原来想是百分之百 全部听完了传承圆满的人才 但后来传承圆满的话 世间人有时候烦恼也比较重 这七天都可能也许没有圆满 不管怎么样这次听到的尽量是满足大家的 这样的话从学会这边可能用这个字面来说一下 然后我们通缉一下过了几个月以后 然后其他的话我们通过网络 或者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法本导舍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交对 这个交对和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一个时间 然后到时候把汉语 这个汉语翻译得非常好的 跟藏文一模一样的 我每天都是一直对 对完了以后 这个已经法师托沙翻译的 我们这个藏文只有好像有一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是也不影响内容 所以真正的前辈的这些意识们 非常非常地了不起 基本上一个字都不差 里面所有的汉文上有些不明确的话 藏文上很清楚的 藏文上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确的话 汉文上很清楚的 所以我想前辈的这些大德们说一出来的 对我们来讲也是 有信仰者来讲这也是一个珍宝吧 包括他的传承和他的法本 所以我们你看这个法本在只要存在的地方 有这么大的加持力 这是完全是一个 我们很多担心恨死 很担心对一些 包括恶魔经常堕金器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这个也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么下面 不行 倒一下 有点浪了 浪了 或者 我看 没问题 喝这个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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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文殊菩萨这样讲的时候呢 佛告诉这个文殊菩萨你说得对的 如是如是 如说说说满数思理 就是你说得完全是对的 所以佛祖也已经认可啊 确实这个法本所在的地方不会有灾难啊等等 那么如果有清净的心男心女想供养欺负如来 那么先应该对用恭敬造欺负的什么贪卡啊这些吧 然后安在清净的一些比较高的你看这里也是妙膏之座 就是放在一些妙膏比自己高的 现在有些做佛堂的时候比自己还低的 有些藏在下面这样不太很合理的 就是我以前看到过电视放在上面 然后电视的下面放一个佛像 然后旁边放一些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其实我们对佛像的尊重应该是比较尽量的放在高处 就是放在高处 那么在这里用花啊 香花啊 还有创饭啊 就这些来供养它 那么在七日七夜当中受八观载戒 就清净的这种食物还有沐浴 根椅 无垢的心 没有嗔恨心 那么对一切有情发慈悲菩提心 然后用一些乐器 歌舞来赞叹 有饶这个佛像 他这里也讲有饶佛像 有饶佛像也是很重要的 以前有个别的话就是作饶 佛塔和佛像是不能作饶的 那么有饶佛像 然后念佛陀的这种本缘功德经 就思维它的意义 言说 给别人宣讲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的所缘 也可以完全成就的 那么求长寿者会得长寿的 要是欺负的佛像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进行供养 乐器 汉地应该打佛器的时候有没有乐器呢 一般要是欺负 我们藏地念《要是经》的话 法王如意宝以前乐器 鲜花这些都有 就专门在那个时候放一些 我们成空师放一些乐器 有时候他们都开始放第四个 很多西方的乐器 比特比特比特 然后很多老老妈特别讨厌 觉得放这些干嘛 不要放这些 但是现在人喜欢的话也许也可以吧 开玩笑 这个不管怎么样 有一些乐器 当时这个乐器啊 就是画啊 供啊 像啊 这些做供养 那么这样的话 得长寿者得长寿 求富饶者得富饶 求官位者得官位 求男女者得男女 那么一切都随心所愿 如果有人忽然做噩梦 或者见到一些恶像 比如说一些怪鸟来了 藏文里面说乌鸦 我们经常说是乌鸦罪 出现一些不吉祥的鸟 比如说房子突然倒塌 或者什么东西就突然 以前很多人比较忌讳 突然什么东西就家里就开始弯破裂了 这是不是我们家里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做噩梦啊 那么这样家里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的话 如果这个人用字具来进行供养如来 然后噩梦啊 不吉祥啊 这些全部都会消除的 以后我们有些做噩梦的时候 早上醒来的时候有些人很担心嘛 我昨天就是用这个魔鬼就是抓着我啊 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就开始压着我的身体啊 就是现在很多人贵片啊 就是现在好像那个在这个电影园里面 就是听说放的也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最近我看到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特别恐惧的什么这个瓦眼睛的啊 就是有这个牙齿各种这个特别就是尿牙壁露的啊 就是这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是白天看这些的原因 就是晚上也做噩梦有些人是可能对身体不好的时候呢 做一些噩梦的话呢那么念一些要死佛的名号 或者念上面的咒语就是美汉人美汉人 念二十一遍 念七遍都可以 就是早上起来念个元气咒啊 就是啊今天我做了一个噩梦 那这样的话除了一些特殊的以外的话 都基本上能遣除的 同时他们马上会消失 不会对你有危害的 还有一些地水火风啊 就是包括一些病啊 毒啊 悬崖啊 然后一些恶劣的大象啊 狮子啊 老虎啊 人熊啊 独蛇啊 还有一些独蟹啊 无颂啊等等 他们的这些恐怖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些佛陀的这种加持 供养和恭敬就意念 那么一切的部位都可以遣除的 人间有很多的自然的这些 包括一些危害的动物也会发生的 地水火风也会发生的 前两天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加拿大一个城市原来他们是很富有的一个城市 他们是产石油 应该在整个加拿大来说是 他们是最美丽 最富饶的一个地方 前两天可能突然因为天气特别干旱 森林里面突然发生火灾 好像十多万的民众流离失所 逃离 我看到他们有些也特别的可怜 原来是像天界那样的 在短短的一两天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加拿大的人好像看到是很有趣的 他们就慢慢慢慢地撤离 但是我们人间不管是个人 还是在整个社会当中 有时候发生这样是非常的必然的 所以每个人也应该要经常思考 即使你整个世界没有发生这样的 但我的身体一旦也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是我今天那样的 一定会每个人人死的时候很痛苦的 原来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说苦才是人生不对的 人生很美的 我说你老的时候肯定很苦的 你死的时候肯定会苦的 你等着吧 我不给你回答 后来我们俩吵起来了 我说你等着哭不哭你到时候会明白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或者一些盗贼来危害 整个世界都是病患麻乱 就这样的时候忆念佛陀 那么他的如来的加持这些怨敌和危害都自然散离 这样退出 佛陀告诉满苏斯里 如果有清净善难善女人 乃至有生之念当中 进行不识悦天不供其他的天尊 唯一的一心一意的皈依佛法身三宝 而且守自清净的戒律 如果是居士的话 守五戒 沙弥守十戒 菩萨守四百个戒 比丘有二百五十个戒 比丘尼五百戒 但是戒条的说法比丘和一些萨弥都是一样的 菩萨戒有不同的宗派 包括一些分支的戒算也有四百戒 比丘尼一般通常是这样 比丘五百戒 比丘尼真正不管四分力也好 一切有波一般是三百六十 三百四十八 有这样的 但他同乘的一些说法就是五百戒 那么在这些戒律当中他们有些戒 比如说有些比丘戒坏了 有些比丘尼戒破了 有些菩萨戒破了 住戒当中有一些违反 并且特别害怕 一般有些出家人有些受过戒的 后来已经破戒了的话 也特别担心堕入善恶去 但如果因为有些人患书了 患书以后的话 有些是无所谓的 好像一点都不害怕的 有些自己以前已经出家人 现在都是患书以后有一种特别惭愧 感觉特别不好的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如果能念佛的名号 就是恭敬 供养的话 必定不会堕入善恶趣当中 这也是对很多末法时代的众生 完全戒律和一切都是清净的话 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来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些女人在临参的时候 受业非常大的痛苦 如果她自行称赞和供养 还要恭敬地念欺负如来的名号 所有的这些痛苦也细节消除 而且她所生的孩子也是相貌端严 见耳欢喜 非常利根聪明 没有疾病的 并且非人也不会堕他的精气 所以如果自己的一些 现在很多人说是佛教徒的孩子 素宝宝其实从小都是不一定吃素 因为她成长的环境 以后的学校 这些都是不一定允许 所以我并不是赞叹 每一个佛教徒的孩子都要吃素 这个是不一定能实现的 但是我非常建议 包括在她怀胎的时候 或者说她生下来之后 在她的耳边经常念一些 阿弥陀佛的名号 要死活的名号 这样之后她长大之后 自然而然有一种袭击 她现在不一定 你看如果我们在她面前放一些其他的音语 其他的一些歌 她逐渐逐渐 她所有的动作都是这样的 口里面也会念这些的 如果我们对她有这些佛菩萨的名号 也会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一般怀有身孕的一些女众 也刚开始现在所谓的太教 对她的耳边发出一些要死佛的咒语 或者诸佛菩萨的名号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一种教育 然后当她降生之后 逐渐逐渐 我那天跟藏族人这边已经讲了 不知道汉族这边 我们很多当父母的人对孩子的培养 一定要从小都是有一些善 现在我对很多佛教徒也非常认可 他们的孩子从小都是会磕头 会拿转经论 念咒语 虽然这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对她来讲 但是这个对她将来是一种善的力量 有些人说 这样不要从小信佛要 信不信仰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做好人 做好人的话有一些好的信号 在她的耳根和眼根当中 要关入这样的一种种子和习气 这个很重要的 将来有没有信仰呢这个没有什么 我们也不需要佛教徒越来越多 我们也不愿意在学校里面 在孩童当中要灌溉这样的力量 没有这样的 包括我们学人社 给大家要提倡一个传统文化 但传统文化里面最好是一些真善美的教育 逐渐逐渐 所以我们社会还是有责任的 我觉得佛教徒很有责任 对孩童一定要关心 对老人将来怎么办 我们自己也会老怎么办 这方面也有关系 这样佛教大乘的思想 慢慢在世间当中自然而然地可以弘扬起来了 即使我们没有弘扬没有讲经说法 但是他的理念 利他的思想如果在世间当中越来越开花结果 那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佛陀也非常交接 利益众生以外也没有什么的 利益众生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佛教徒可能也在这方面关心 今天可能讲得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我想这也是机会吧 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可能多说一点好一点吧 对吧 好 就今天讲到这里 身边很小的 但是他们现在很小的 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